最近由魏大轩和李星云主演的医疗题材的网剧《高能衣绍》 有点科幻有点儿子圆 首次将医疗题材拍成这种风格 贴合现代观众的视觉 而这部戏的导演也正是剧中女主角李星云 李星云称自己两年来专心打磨这部戏 其他什么都不干 也算是有所成了 题材新颖 不过李星云自己的角色却被观众吐槽坏了 在剧中李星云和魏大轩 饰演一对大学里青春岁月的欢喜原家 魏大轩被夸帅 眼睛有进步 而李星云的评价确实相当一致的丑 34岁的李星云刚刚出道时 还是顶着小赵薇的称号 确实从此脸看 会有一瞬间觉得和赵薇很像 尤其是两只大眼睛很有内容 面对满屏的丑子李星云但是看得很开 表示长得丑真好 自己终于能喜安理得的退居幕后了 其实李星云的演技还是挺好的 刚刚出道时李星云就曾顶替张子怡 出演了叛逆野性少女达大 真是通过这部剧 李星云和导演张元成成了男女朋友关系 一个是80后 一个是标准的50后 两人之间整整相差了20岁 但依然相处得很好 张元曾经透露李星云和自己的女儿相处融洽 因为一些原因 张元已经没有什么作品问世了 而现在李星云转型当导演 也有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感觉呢 既然我认识你 您是赢的 既然是十年